卧室别再浪费这几个一平米 1.卧室门后一平米 以前白白浪费 不如先固定立竹 再装金属制物篮 随手放帽子包包 也不影响房门开关 2.衣柜侧边一平米 不再气甲墙 而是做足薄侧柜 收纳化妆护肤屏 柜门搭配全身镜 穿衣打扮更轻松 3.床头柜一平米 以前总挡住柜门 不如缩短衣柜 延伸转角矮柜 放步常用杂物 台面是宽敞床头柜 4.卧室飘窗一平米 飘窗延伸做矮柜 增加储物空间 再铺上软垫 方便休闲看风景 转角延伸床头柜 上方再做阻力柜 书籍读物好分类 另一侧做大书桌 学习办公更轻松 5.如果你家也是小卧室 推荐手机下个住小邦 点设计我家 输入小区名 一秒匹配你家带尺寸的户型图 免费生成专属你家的3D设计图 只需点开喜欢的风格 看完直接照着装 不但省心连计费都省了